我要说句北京人很忙 就一定会有外地朋友批评我 北京人钱多装差不热情 都到了北京了不招了拒绝 几十年的交情也不把我送到机场 实际上北京人很难像你们想象的一样热情 来去接送全程陪同因为很难做到 他们忙到晚上11点还在三欢路上堵着呢 北京的社交时间真是成本太高了 高到从石井山去趟通州吃饭 还不如去趟石家庄来得快 北京真的太大了 大到每个区就像一座城市一样 如同中国海淀 中国朝阳 中国水 北京相当于2.5个上海 8.4个深圳 15个香港 21个纽约 27个首尔 2006年的时候 北京还只有地铁1号线 2号线和13号线 现在北京地铁有多少条线路 不搜一下你根本记不住 十年前找工作 必须是看四环里的公司信息 现在某东某讯某度 这些大卡都在五环以外身份发芽了 如果以时间为衡量尺度 通州人和门头沟人谈此恋爱 那绝对算是异地恋了 从昌平来趟一专本事 那您就算出趟远差 如果在北京交换过名片 您就算熟招了 一年能打几个电话 应该算至酒 还有从东 跑到西 跟你吃一顿不谈事的饭 那应该算是生死至酒 至于那些天天见面 天天聚在一起吃饭的 只能是同事 大部分北京人 其实都在假装的生活 甚至这座城市压根就没有生活 只有少数人的梦想 和多数人的工作 点赞关注吧 带您了解北京